面对不同根气的众生 佛法也由生道浅 有不同的法门 真如心为如来葬 也是圆满无上智慧的如 佛陀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说法 来应激教导众生 因应众生不同根气来教育 真如心 也就是如来葬 我们现在是凡夫众生 所以称为如来葬 等我们圆满了无上智慧 那就叫做真如 或一个字如 那这样因此佛陀开演了49年的说法 从初级的到高级的 适合每一个众生的根性 这样来演说 应激的教导众生 所以我们学了佛 然后有因缘跟大众来接触 教导大众 才知道佛陀如此的慈悲 如此的大悲愿力 来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应当有缘的人 有缘的众生 大家要好好的 蓄佛会命 自己好好要充实自己 对佛法 佛陀的教育 要深入 要精进 对于佛陀来到世上 将发现的真如之法传给大众 并依大众根器 将其分别教导大众 我们应当感恩佛陀 并精进修持 十方新闻 胡佳萱 曾千俊 台中采访报导 好